古人有一句言语,人生如梦,梦有短暂和虚假的意思,所以《金刚经》说,一切有为法,如梦幻泡影,如路亦如电,应作如蚀观。 人,虽然说是梦,但是人生是实况来的,有生老病死的切身感受,每一个人在无尽的宇宙空间内,虽然是如沧海一缩,但是也有自我这个概念非常强大的,因为执着有自我,所以产生我爱,我慢,我憎,我痴的烦恼。 这个自我一般来说,在儿童的时间充满欢乐,在青年时期,向往美好的将来,中年的时候,混习了喜怒哀乐,悲欢离合,婚姻,家庭,工作,事业,名利。 然而,经过数十年后,到作有一天,这个我,就会四大不调,而趋于殞灭,这个时候,就才会体验到人生如梦了。 大家都很清楚,人生如梦,但是一面又会自若不知的,仍然执着有我,为自己的利益去拼搏,为争取个人的私利,往往不惜,损害别人,维护自己。 所以,坎山大师,在他的《勸世荣》里面说,荣华,只是三家梦,富贵,还童,九月相,悲欢离合,朝朝闹,受妖穷通,日日忙。 对于不少人来说,人生只是追求饱乱的愉快,恋爱的甘美,幸福的婚姻,名利的荣耀,财富的丰盛,这一切会使人流连忘返,又怎会有时间去思维人生的真帝呢? 众生终日级级于名利,盈逆于生计,到底人生的真意是什么呢? 人,究竟为什么来到世间,为什么会经历悲欢离合,生老病死呢? 人生如梦,这句话,并不止是文学上的装饰措辞,而是众生的当头棒渴,是古人所道破,而我们所承认的。 我们有梦中的假我,但是佛经讲,众生有本来的真我,千万不要忘记了真我,而沉面在虚幻的梦中。 我们要在梦中知晓自己做梦,而事常提醒自己,要认识这个真我的所在。